婚礼当天,蒋嫣然为了我继兄,将我一个人扔在了婚礼现场,我被迫成了所有人的笑柄,后来,蒋嫣然让我重新举办一场婚礼,我却送给她一张烫金的情帖,婚礼已经筹办好了,只可惜新娘不是你了。 婚礼现场,我正站在宴会厅门口处,等待我心爱的姑娘入场,可没想到,等来却是一通道歉的电话,子萱,对不起,子承哥想要寻短剑,我必须去安抚她。 我手指紧握,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今天是我们的婚礼,你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 为了给蒋嫣然一个难忘的婚礼,我整整筹备了一年,现在,婚礼已经开场,亲朋好友都特意赶来,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可蒋嫣然却在这个时候,跑去找林子承,将我一个人扔在了婚礼现场,我怎么办? 电话那头传来蒋嫣然愤懑的声音,林子萱,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子承哥都寻短剑了,你怎么还在想着婚礼的事,你就这么盼着他死吗? 我看着出现在门口一脸疑惑的思议,低声地恳求道,可林子承根本就不会有事,他只是做戏给你看的。 等咱们举行完婚礼,我陪着你一起去看他,还不行吗? 就今天,别抛下我一个人好吗? 电话那头立刻传来蒋嫣然恼怒的声音,林子萱,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子承哥可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呀。 我知道你恨他妈妈,可子承哥是无辜的呀。 不过是个婚礼而已,以后再办就是了,可我若不去看一眼,确定他是平安的,我不放心。 说完他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等我再拨过去,已经是关机了,我闭了闭眼睛。 从心底里泛出一丝无力,又是这样,每次只要是林子承有事,蒋嫣然都会毫不犹豫地抛下我,在他心里,排在前面的那个人永远不是我,我满腔的爱意,用心筹备的婚礼,都抵不过林子承的一个电话。 哪怕他只是在演戏,哪怕我全力挽留,可没有一次,他会为我停留,四姨站在门口看着我欲言又止,林先生,这接下来该怎么办,还继续办吗? 我深吸一口气,向他表示了歉意,抱歉,新娘无法出席了取消婚礼的一切流程吧。 四姨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迅速地帮我取消了后续的一切流程。 我拿着话筒,静止地走向了舞台中央,那里本来应该是我和蒋嫣然承诺永远相爱的地方,可现在,却是我沦为笑话的地方。 我站在舞台上,举起话筒沉声说道,很抱歉,婚礼取消了,不过为了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我想邀请大家参加我接下来的单身派对。 宾客一片哗然,探究的眼神纷纷看向我,似乎都在询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思宜恰好在这时候将话筒接了过去,很快地把控了全场,我松了口气,从舞台上退下去,刚下来,就看到了迎面赶过来的我爸。 和蒋嫣然的爸爸妈妈,他们的脸上明显带着怒气,我爸爸更是不由分说的,上前就给了我一巴掌,孽子,为什么要取消婚礼?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擦了擦嘴角的血丝,平静地看向他们三个人,蒋嫣然逃婚,去找林子成了。 刚刚还一脸怒气的三个人,瞬间变了脸色,在确认了真相后,蒋嫣然的爸爸妈妈一脸理亏地和我道起歉来,对不起啊,子萱,等她回来我一定会让她亲自给你道歉的。 我爸也有些心虚地看着我,燕嫣然只是担心子成,婚礼换个时间,再办就是了,搞什么单身派对啊。 我没有理她,而是拿出正在响铃的手机,有两条林子成刚刚发过来的信息,一条是照片,一条是文字,照片是她和蒋嫣然实质紧握,相依在一起的样子。 文字是,你永远也争不过我,最讽刺的是,蒋嫣然的身上还穿着我亲自为她定制的婚纱,我笑了笑,将手机举到了他们的面前,这就是我办单身派对的理由啊。 爸爸的脸一阵轻一阵白,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蒋嫣然的爸爸妈妈则是一脸愧疚地说道, 子萱啊,嫣然她就是太年轻了,所以处事有些不周到。 叔叔阿姨在这里向你道歉,这件事我们夫妻俩一定会给你个交代,希望你可以再给她一个机会。 我摆了摆手,什么也没说,伤害已经造成了,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化解的,更何况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我和蒋嫣然之间的问题,而我也无法再去选择原谅了,毕竟失望攒够了,谁都会累的。 明眼人都知道,林自成说要寻短见,不过是想要破坏我婚礼,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干了,而每次想要寻短见的他,最后却什么事都没有,更是每次都会发给我一条这样的炫耀信息,这招数,他屡是不爽,他就是想要告诉我,我永远也争不过他,哪怕我将这短信无数次的拿给蒋嫣然看, 他也没有一次留在我身边,他说万一这次是真的呢,万一是啊,既然如此,我退出就好了,第二天我早早就来到了公司,同事们虽然都没有问我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探究眼神却不住的扫向我,直到经理将我叫到了办公室,他食指交叉的看着我,子萱,毕市那边有个新项目下来了, 你有兴趣去试试吗? 我感激的看了眼睛里,毫不犹豫的答应了,经理赞许的看了我一眼,你总算是想开了,这回去必是放心的大展身手,好好磨练一番,以你的能力,我这个位置早晚都是你的。 订好时间,我让秘书给你订票,我想了想,那就今天下午吧。 从经理办公室出来后,我就将自己手上的正在跟着的业务全部交接给了助理小张,小张抱着一大堆的资料,吃一片刻这才问道, 林哥,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毕市那边的项目,没有一年可完工不了啊? 我知道,小张是为我着想,怕我去了那边,以后会后悔,毕竟公司里的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对蒋嫣然用情置身,可现在的我,已经彻底的死心了, 我拍了拍小张的肩膀,我已经订好了今天晚上的机票了,简单的收拾了一些行李后,我就飞到了毕市,下飞机以后,我直接奔到了项目所在现场,一连好几天,我都忙得团团转,这天晚上,我刚回到酒店,手机就不停的响了起来,我拿过来一看,是蒋嫣然,看来这事终于想起我来了, 我懒得搭理他,将手机扔到一旁,刚要去洗个澡,小张的电话也打了过来,林哥,今天嫂,蒋嫣然来公司找你了,你看,我淡淡的说道,不用管他,小张文言,有些为我打抱不平的说道,也是,林哥你,就是太惯着他了,正好可以趁此机会,让他长个教训,不然他还真以为你好拿捏, 我笑了笑,小张,从我决定来闭市开始,我就是真的想重新开始了,电话那边的小张,似乎是倒吸了口气,半嗓才小心翼翼地问道,林哥,你来真的? 我垂下眼眸,轻轻地N了一声,电话挂断后,我不知道为何,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仿佛身上一直禁锢着我的枷锁,彻底地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机场,迎接公司特意请来的项目指导, 却没想到,接来的竟然是老熟人,顾余笑盈盈地看着我,老同学好久不见,顾余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我的同学,所以这句老同学,我确实当得闲聊几句后,顾余不经意地问道, 你怎么突然跑到闭市了,不怕蒋燕然生气吗?我挑了下眉毛,我和蒋燕然已经分手了,自然哪里更适合我发展,所以来哪里了?顾余猛地转过头看我,分手,你舍得蒋燕然? 我看着他叹了口气,直接将所有的事一股脑的摊开来告诉他,毕竟这是我要合作一年的项目指导啊,顾余气愤地捶了捶前排的椅背,蒋燕然,他怎么可以这么作践你? 他明知道,伯母就是因为林自成妈妈才得了抑郁症轻生的,其实蒋燕然错得最离谱的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恨他妈妈, 可是子成哥是无辜的,可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无辜,当年,我妈妈生下我还没出月子,林自成母子俩就出现在了我家里,我爸爸跪在妈妈面前痛哭流涕,称那只是醉酒后的一次意外,他说那个孩子是无辜的,希望我妈妈可以接受他,可我妈妈何其无辜? 要接受一个婚内出轨比自己儿子还大的孩子,我何其无辜? 刚出生,就要面对父母失和的场面,最终善良的妈妈,为了我忍气吞声接受了那个孩子,可结果呢? 我的妈妈没多久,便因为严重的抑郁症轻生去世了,林自成光明正大地住进了我的家里,他不仅抢走了我的家,抢走了我的爸爸,我的房间,还抢走了我的女朋友,他永远打着无辜的旗号,想要所有人都去保护他,可我一直都知道,林自成从来就不是无辜的,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原罪。 情人节那天,他一句想要寻短剑,蒋燕燃头也不回的,就跑去找他,我一个人在餐厅等到关门,也没有等到他回来,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带着一个早就融化的不像样子的小蛋糕来哄我,我只是怕他真的寻短剑嘛。 子成哥被迫成为私生子已经很可怜了,你就别和他计较了。 他言笑艳艳地站在我面前,娇俏地举起手发誓,我发誓,林自轩是蒋燕燃最重要的人,若是我有半句谎话,让我永失所爱。 他的眼睛那么真诚,笑容那样甜美,我心已软,选择相信他。 可后来,我却发现我亲手为他编织的围巾,也出现在了林自成的身上,我清楚地记得。 那个时候,学校里突然流行起未恋人之围巾,蒋燕燃抱着我的胳膊撒娇,想要我送他一条,我请教了很多人,花费了三个月才编织好的蒋燃燃收到的时候,开心了许久,说这么珍贵的围巾,他都不舍得戴了。 要放在柜子里好好地珍藏,可我却在林自成的身上看到了这条围巾,他就带着那条围巾来到了生日聚会的现场,还不小心将一杯饮料撒在了围巾上,朝我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这个围巾虽然并不值钱,但是却是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治好的,我沉默片刻,抬头问他,这条围巾怎么会在你这里? 林自成眼里闪过一丝笑意,面上确实一派天真无辜,这是燕燃送给我的,我只是说了句羡慕他可以收到这么漂亮的围巾,他就将这条围巾送给我了。 我本来是拒绝的,毕竟这是弟弟你亲手编织的,可燕燃说不过是一条围巾而已,让我拿着便是。 哎,真是可惜了这么一条好围巾了。 我当时年轻气盛,抢过围巾就跑了出去,我本以为蒋燕燃会来跟我道歉,可我没想到,他竟然来找我兴师问罪。 对,林自轩,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不过是一个围巾而已,你为什么要小题大做? 你知不知道,子承哥因此受了打击,差点就寻了短见。 你能不能不要针对子承哥? 不要再去伤害他。 我被蒋燃燃骂得发冷,许久才气愤地反驳道,明明是他针对我了。 蒋燃燃气急返笑,他针对你。 我点了点头,还要继续说些什么,却被蒋燃燃打断,够了。 林子轩,你能不能不要再演戏了,明明是你将围巾抢走的。 我不甘地再次为自己辩解,可是他先故意将饮料撒在了围巾上,我才抢走的。 蒋燃燃却冷哼一声反驳道,子承哥那么喜欢这个围巾,怎么会这样做? 明明是你看到我将围巾送给他,心有不满,故意抹黑子承哥。 林子轩,我告诉你,是我主动将围巾送给子承哥的。 你有气可以冲我来,不要去针对他。 我和蒋燃燃因此大吵了一架,更是因此冷战了许久。 直到后来,林子成跟着他妈妈一起出了国,我和蒋燃燃这才重归于好。 我本以为这种快乐的日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可我没想到,林子成的妈妈竟然死在了国外,林子成也再次回来了。 那时候,我和蒋燃燃感情稳定,已经见过了双方家长,我准备了好久,想要给他一个终身难忘的求婚仪式。 没想到,蒋燃燃竟然和林子成一起出现在了我面前,他笑呵呵地看着我。 没想到,弟弟为了欢迎我回来,竟然准备了这么大的场面。 四周鸭雀无声,大家都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紧紧握着手里的求婚戒指,脸色难看得厉害。 蒋燃燃意识到,今天是我特意为他准备的求婚仪式,可怜又懊恼地摇了摇我的胳膊。 我看着这样的他,到底是心软了,拿出手里的戒指,单膝跪地继续求婚,可林子成却在这时候不合时宜地笑了下,这戒指上的钻不细看都看不清,燕燃你受委屈了。 刚恢复过来的气氛,再次陷入冰点。 我强称着尴尬,将戒指戴到了蒋燃燃的手上,而他也在整个宴会上都没有伸出左手,我精心策划地求婚,就这样毁在了突然出现的林子成身上。 最令人无奈的就是,自从林子成回来以后,我和蒋燃燃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只要林子成一句话,他就立刻不管不顾地就飞奔而去。 蒋燃燃总是说,他是无辜的,他很可怜的,万一这次就是真的寻短见呢? 我们也因此,每天都是吵不完的架,生不完的气,每次吵完架,我都很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蒋燃燃看清这一切。 或许根本就是,我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吧,在又一次因为林子成争吵后,我接受了经理为我安排的出差。 整整一个月,我没有和蒋燃燃联系,可我却在忙完工作出来,看到了正站在门口等着我的蒋燃燃。 那一刻,我所有的盔甲都轰然崩塌,我放弃了已经努力了一个月,马上就要办庆功宴的项目。 打算好好带着蒋燃燃好好过一个二人世界,好好的谈谈心,就在我在酒店楼下等着蒋燃燃下楼一起去度假的时候,我收到了林子成的信息,蒋燃燃竟然跑去机场接她了。 照片里的他们,双手紧紧的扣在一起,仿佛是最亲密的情侣,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将这张照片转发给了蒋燃燃。 直到晚上,蒋燃燃才急匆匆的找到了我,他急切地和我解释,子成哥是专门飞过来向你道歉的,他不想成为破坏咱们感情的坏蛋,只是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城市,所以我才会去接机。 他叙叙叨叨叨地和我解释,说他们真的只是清清白白的朋友关系,让我不要多想,我捧着脸听他解释,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蒋燃燃健壮,立马楚楚可怜地求我别生气,还说他真的知道错了。 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始终沉默着没说话,实在是我怕再重蹈覆辙,蒋燃燃看我真的想分手了,沉默片刻后,用力地握住我的胳膊说道,不然咱们结婚吧。 我被他这句话说得愣了一下,结婚吗?蒋燃燃一脸坚定地看着我,我跟你结婚,你就能信得过我了吧? 我本想拒绝的,可话到嘴边却没说出口,我看着眼前娇俏可爱的姑娘,不由地叹了口气,到底是我用心爱了十几年的人啊,就再努力一次吧,没想到,竟换来这么个结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林自成的阻拦,所以我和蒋燃燃还没有领上结婚证,不然如今我就是失婚人士了, 知道一切的顾鱼满眼心疼地看着我,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我刚要张嘴转一下话题,手机再次响了起来,是我爸,燕燃今天来家里找我了,你找时间重新筹备个婚礼吧。 你哥哥也想当面跟你解释一下,他也不是故意想要破坏你婚礼的。 你能不能像你哥哥一样懂点事?不要这么自私自利。 我平静地听他说完,这才回复道,不如你亲自为他们两个筹备一场婚礼吧,我突然觉得他们挺配的。 我爸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失声骂道,孽子,你想气死我了。 我听到电话那边一阵嘈杂的声音,下一秒,蒋燃燃的声音就从那边传了过来,林子轩,你怎么能这么和叔叔说话? 我都跟你说了,我肯定会嫁给你,你还想怎么样?你能不能不要什么都拉着紫诚哥做对比啊?你这样我真的好累啊。 我勾了勾嘴角,你说得对,确实好累。 蒋燃燃被我的话弄得一愣,随即试探地问道,既然这样,你跟紫诚哥道个歉。 说完他又快速地加了一句,只要你和他道歉,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让我道歉,我真想问问他到底怎么想的啊,可我不想再和他们纠缠下去了,我轻笑一声敷衍道,抱歉啊各位,这些年是我不识人心,挡了你们的道,现在我自愿成全你们,婚礼就留给你们慢慢筹备吧。 顾瑜在一旁气地朝着手机冷哼一声,丢了西瓜剪芝麻,有你后悔的那天。 蒋燃燃跟被踩了尾巴的耗子一样,失声尖叫起来,谁在你旁边? 我轻飘飘地回道,和你无关啊。 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一抬头就看到顾瑜正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有些不自在地问他,干嘛这个眼神看我。 顾瑜耸了耸肩膀,没什么,我只是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放下蒋燕燃了。 我无语地摇了摇头,现在可相信了。 顾瑜轻轻笑了下,相信了。 接到小张告诉我蒋燃燃来闭市找我的电话时,我正开着酒店的门,刚打开门,我就看到正窝在酒店大厅沙发里的他, 我柔了柔眉心,挂断了小张的电话,听到门声,蒋燃燃立马扑到了我面前。 几天不见,他有些憔悴,甚至连妆都没话,昨天那个女人是谁? 我挑了挑眉,这是来质问我的吗? 可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呢? 明明是你先弃我而去的啊,我受尽苦楚委屈,终于下定决心成全你们,又来打扰我干什么啊? 见我没说话,蒋燃燃不悦地继续问道,我说你这次怎么一反常态,原来是受了狐狸精的挑拨。 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跟别人没关系,我想我那天说得很清楚了。 我是真的愿意成全你和林子诚。 与其这样,大家都痛苦,不如就一别两宽,各自安好。 蒋燃燃撅着嘴,楚楚可怜地看着我,我要和你说多少遍你才相信,我和子诚哥真的是清清白白的朋友关系啊。 你们是不是清清白白已经不重要了?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跟我都没关系了。 见状蒋燃燃有些慌了,拉着我的胳膊哭得惨兮兮的,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 我们可是要结婚的呀。 结婚,做梦吧你。 我果断地将胳膊从他的手里拿出来,朝着电梯走去。 可蒋燃燃却怎么也不肯松手。 非要我跟他回去办婚礼,还双眼通红地质问我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所以才会突然对他这么绝情。 我真是搞不懂他,明明当初头也不回选择逃婚的是他,如今一副受害者姿态说要嫁给我的还是他,你是把我当成你家了吗? 任由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酒店大厅人来人忙。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我不想让自己成为新闻,所以选择和他说清楚,我重新坐回到沙发上,拿出在兜里已经震动良久的电话,跳动的林子诚三个字,似乎在提示他电话那边的人有多焦急。 我讽刺地笑了下,应该是找你的吧。 蒋燕燕燃没有接手机,现在对于我来说,挽回你是头等大事。 我淡淡地笑了下,原来我也能排在林子诚前面啊,只是没想到,我第一次排在他前面,竟然是在分手以后,还真是可笑啊。 蒋燕燃忐忑不安地看着我,试图为自己辩解,子萱,你别这样,我害怕。 我看着这样的他,心里异常的平静,我清楚地记得,上次闹分手,你和我承诺,再也不会抛下我一个人了。 蒋燕燃连忙辩解,可这次不一样,子诚哥差点就真的寻短剑了。 我打断他,那条围巾,你明知道那是我亲手为你编织的,你也答应我要好好珍藏。 可你转身就将围巾送给了林子诚。 你知道我看到他围着那条围巾是什么心情吗? 就好像是我亲手将自己的真心捧给你,你却转手给了别人践踏她的机会。 蒋燕燃用力地摇着头,我没想那么多,那只是一条围巾而已,若是你在意,我也可以为你编织一条啊。 不,你想要多少,我给你编织多少。 看着这样的蒋燕燃,我突然就有些倦怠了,我一直以为,不管林子诚怎么在中间捣乱,我都不会输,我和蒋燕燃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他几乎见证了我人生前二十七年发生的所有事,他知道我的痛处,我的弱点,我的一切,哪怕他一次又一次地抛下我。 我也以为我们的感情尖如钢铁,不会败给任何人,可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一直在利用我的偏爱,有恃无恐地伤害我,拿捏我,燕燃。 你知道为什么林子诚会一次又一次利用寻短剑这种拙劣的借口叫你过去吗? 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去的,蒋燕燃嘴唇动了动,想要说些什么,我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可你知道你为什么一定会去看他吗? 我嘴角弯起一个淡淡的弧度,那是因为你笃定,我一定会在原地等你。 蒋燕燃痛苦地看着我,眼角闪烁着泪花,可我的心却没有泛起丝毫浪花,我的心早她一次次投也不回地抛弃中,碎成了片。 我看向这个爱了这么多年的姑娘,其实这样也好,我的能力本就不止于此,从前为了迁就你,不得不委屈了自己,现在我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了。 燕燃,你我已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我会好好过我自己的人生,希望你也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说到这里我顿了下,以后再也没有人像我一样让着你了,所以,你要学会长大了。 蒋燃燃的泪水随着我的话落了下来,她彻底的慌了,子萱,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 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子萱,我是真的爱你呀。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狼狈的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孩子死了,你来哪了,有用吗? 我站起身,毫不犹豫地朝着电梯走去,却被她一把抓住。 子萱,求求你,再给我一次就会,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现在,我给不了。 人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要在失去后,才会意识到什么是重要的呢? 我叹了口气,头也不回地朝着电梯走去,身后转来蒋燃燃痛苦的哭声。 我本以为经过这场谈话后,蒋燃燃应该明白了我的意思,可事实证明,并没有。 因为毕市这边的项目刚起步,所以我每天都很忙,故意也不停地加班。 协助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又是一次加班到了深夜,我请故意去吃夜宵,刚到座位上,蒋燃燃就突然出现,坐到了隔壁位置上。 这些天,蒋燃燃一直都跟着我,我管不了她,所以也就任由她去了。 我皱了皱眉头,打算换个地方,却没想到顾鱼摁住了我,她低声说道,要不要我帮你解决这个麻烦? 我有些不明所以,顾鱼俏皮地眨了眨眼,看在你今天请我吃宵夜的份上,这个忙我帮你。 我不解地妄想她,就看到顾鱼娇笑着挽住了我的胳膊,子萱,我。 话还没说完。 蒋燃燃就崩溃地扑过来,拽开顾鱼的手,你个狐狸精,我不许你碰我的子萱。 林子萱,你不可以拉别的女生手,你只能是我的。 顾鱼冷笑一声,再次挽起我的手,我男朋友,我为什么不能碰? 我也礼貌地提醒她,咱们已经分手了,你无权过问我的事了。 蒋燃燃好像被我这句话击中了痛楚,林子萱,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不爱我? 说到这里,她崩溃地看向一旁的顾鱼,就是因为你这个狐狸精,子萱才突然对我这么绝情的。 你赶紧滚啊,把子萱还给我啊。 看着这样失态的蒋燃燃,突然感觉好熟悉,我想了想,那不就是从前的我吗? 从前,她都是怎么说的,哦,她说我自私,恶毒,狭隘,可如今角色兑换,她怎么不愿意了? 看来痛不落在自己身上,谁都可以大度起来,我拉着顾鱼从餐厅走了出来,向她道歉,抱歉啊,害得你还挨了顿骂。 顾鱼摇了摇头,你没怪我擅自做主就好。 我笑了笑,怎么会正好可以趁机让她彻底的死心,只是连累你被骂了一顿。 吃完夜宵后,我送了顾鱼回去,没想到她竟然和我说,若是下次还有这种麻烦,她还可以帮我。 我忍不住笑了笑,哪里就会有那么多的这种麻烦啊? 可我没想到,这个麻烦很快就再次来了,这天我正在项目上忙着,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说我爸生病了,毕竟是我的父亲, 我立马赶了回去,正好顾鱼也需要回公司那边办点事,所以也跟着我一起回来了,可我匆忙赶到家却看到,蒋燕燃正在和我爸聊着天,我爸满面红光的样子,一看就身体好得很。 我一下就明白了怎么回事,看到我回来,我爸立马板起脸教训起来,燕燃已经知道错了,你一个大男人别揪着一点小事不放了,不要再去闭市了,尽快把婚礼筹备好吧。 蒋燃燃也急忙站起身,眼巴巴的看着我,我揉了揉眉心,冷声说道,蒋燃燃,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你不要再做这些无用功了,我不可能再回头了。 蒋燃燃眼泪瞬间落下,我爸直接暴躁地骂起我来,你跟燕燃青梅竹马,知根知底,不比外面那些不三不似的女人好多了,别被狐狸精灌了迷魂汤都还不知道呢。 我冷冷看着她,您这是在说自己吗?我爸脸色铁青,恼羞成怒道,我现在才发现,你这个小气的样子和你妈妈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笑自己竟然还对她有什么期待,这场会面到底还是不花而散,我直接推了门离开这里,蒋燃燃却追了出来,拉着我不肯松手,我看向她,你到底怎么才肯放手,你已经看到了我有女朋友了。 蒋燃燃绝强地不肯松手,除非你结婚,不然我是不会放手的。 我毫不犹豫地推开她,朝着公司赶去,因为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个荒唐的想法,可直到我和顾瑜真的领了结婚证以后,我才觉得更加荒唐,我有些复杂地看着面带喜色的顾瑜,委屈你了。 顾瑜大手一摆,咱们这是个图所需,你应付了前女友,我应付了我爸妈。 领完证后,我直接发了个朋友圈家位置,果不其然,不到半个小时,蒋燃燃就杀了过来,她举着手机颤抖地说道,子萱,你发的朋友圈是不是在骗我? 我坦然地看向她,是真的。 蒋燃燃亮呛地后退了几步,一脸受伤到极致的样子,林子诚恰巧在这个时候感到了。 不过这本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毕竟我特意提醒她去看了我的朋友圈,以她的性格肯定会过来的。 林子诚看到我立马露出一种不屑的表情,想来她这个时候还以为我搞这一出是为了挽回蒋燃燃吧。 她贴到蒋燃燃的身上,开始指责我,弟弟,我和燃燃真的是清清白白的啊,我知道你恨我,可燃燃不应该被你这么伤害啊。 说完她委屈地看着蒋燃燃,我今天寻短剑,手腕都被割开了,幸亏救护车来得及时,才没有出大事。 我讽刺地笑了下,蒋燃燃的脸色更加白了,她将手伸向林子诚的手腕,林子诚脸上闪过一丝得意,主动地将手递给蒋燃燃,蒋燃燃将纱布推开,就看到了里面马上就要愈合,几乎看不到的伤口,就是这样的伤口,无数次让她心软,蒋燃然晃了晃身子,看着伤口不知道在想什么。 林子诚得意洋洋地看向我,继续拱火,弟弟,燃燃他只是不想看我这条命,就这么凋零了。 我知道你因为父母那辈的恩怨一直在恨我,可我也不想啊,若是可以我宁可自己从未出生过,我无数次的寻短剑,都是因为想把这条命还给你啊。 他挑衅地看着我,就连蒋燃燃也将头扭向我,我弯了弯唇,那你还真够命硬的,短剑眉少寻,就是死不了。 林子诚嘴角的笑意更盛,是燃燃心善,没有一次袖手旁观,所以我才活了下来。 话音刚落,蒋燃燃惨笑了下,她绝望地看着我,满眼都是后悔,我知道目的已经达到,就带着顾瑜离开了这里。 从那以后,蒋燃燃真的没有再来找过我,而我和顾瑜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好到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可能是真的结婚了,直到过年的时候,我配合顾瑜回到她家应付她爸妈,叔叔阿姨对我很热情,像是认识了我很多年一样,就连我各种口味喜好都很清楚,我有些猛,总感觉怪怪的,吃完饭后, 顾瑜和叔叔阿姨聊天,我因为喝了些酒,所以在顾瑜的房间里休息一下,她床头摆着个小熊,脖子上围了一条脏兮兮的围巾,我有些好笑,没想到顾瑜这么成熟稳重的人,也有这么幼稚的一面。 可我越看越不对劲,这围巾明明就是被林子城弄脏的那条啊,当时我拿着围巾跑了,后来更是气愤的将它扔到了学校的垃圾桶里,怎么会再顾瑜这里,再联想到叔叔阿姨对我的热情和熟悉,还有我当初荒唐的找顾瑜领证, 而她毫不犹豫就跟着我去领证的场景,我好像发现了什么,正想着,固瑜推开门进来了,怎么没休息会? 醒醒酒,晚一点再回去,她顺着我的眼神,看到了小熊脖子上的围巾,脸上的笑意直接僵住了,她叹了口气,懊恼的说道, 还是被你发现了,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固瑜从小就喜欢我,只不过因为我一直都和蒋嫣然在一起,所以她把这份喜欢埋在了心里,直到后来,她得知蒋嫣然逃婚,而我伤透心选择去闭市,她这才果断地接受了公司的邀请,来闭市找我,原来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因为她在喜欢我, 我问她,拿婚姻来赌,值得吗? 固瑜目光灼灼地看向我,我觉得值 那一刻,我的心突然就动了一下,从那天开始,我和固瑜的关系突飞猛进 闭市项目圆满结束那天,我俩的婚礼也筹备好了,我没想过,蒋嫣然竟然也会来到现场,不过一年没见,她憔悴得厉害,仿佛一碰就灰碎,她穿着当初那件婚纱,站在宴会厅的门口,小心翼翼地看向我,子萱,这场婚礼是为我筹办的吗? 我指了纸门口大大的二人婚纱照,又递给她一张烫金的情帖,婚礼我筹备好了,只可惜这新娘不是你 蒋嫣然又哭又笑地拿着情帖,亲眼见证我,牵着别人的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不知她作何感想,对于我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娇妻在怀,新婚之夜,我要忙的是很多,直到婚礼第二天,我才听说,蒋嫣然回去后发了疯,拿着刀去找林子成了 林子成没想到,从前心软的蒋嫣然,竟然突然发疯,要帮她寻短剑,争执间,刀子插进了林子成的肚子里,因为伤到了大动脉,林子成这回是真的寻了短剑 而蒋嫣然也因为故意杀人,被警察拘留了 我爸得知这个消息后,竟直接被气到了中风,这个自私自利一辈子的男人,到最后能指望的人,竟然只有我一个,我卖了他的房子 用这笔钱为他找了非常有名疗养院,希望他可以多活几年,见证我的幸福生活 处理完这边的事后,我应了蒋嫣然父母请求,去看守所里看望蒋嫣然 可蒋嫣然却不肯见我,只是托工作人员转给我一句,对不起 在那一瞬间,我感慨良多,可终究是回不去了 我转身走了出去,门口处站着一抹熟悉的身影,故意站在那里,满脸温柔的等着我 我的心里开出了一朵花 你个人好祝韦